第二盤 動土吉祥 欣欣向榮 圓滿平安 謝謝各位長官 關於貴女掌聲祝福 台北市市長蔣萬安和交通部 立委 議員和相關單位貴賓 一產 兩產 三產 宣布南環段CF670A區段 舉行開工動土典禮 這是捷運環莊縣南環段重要一步 南環段全線通車後 由政大校園生活圈前往公館商圈 搭車時間大幅縮短 大平林和板橋站到動物園的車程 也縮短一半時間 為北市動物園一日遊 創造更大的旅遊商機 現在來講的話 木柵很集結人多的地方 木柵路 木心路 基本上沒有捷運到的地方 那在我們不斷的催促 總算在蔣市長很快的上台兩個月左右 他就把它能夠來飄出去了 在過去柯市長的時候 飄了八次都飄不出去 因為原物料上漲 因為勞工的缺乏 所以都沒辦法飄出去 蔣市長這次上來 用他的魄力 而且找到對的方向 找的是大陸工程 品質非常好的 先標一半段 後半段還要追加預算 追加預算就是我來要求他 而且我會要求中央 就我們中央政府 這個要主席總處 留一部分的錢來給他 他最重要的一個動作 最重要的作用是什麼 他可以連到新北市 他可以連到信尼這邊 信尼區 所以整個來講就變成說 新北市的三環三線 跟台北市的整個環線 整個就連起來 這叫大台北的計畫 這一段非常的重要 這一段通 其實今天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一通的話 以後大概七年後 大概要蓋七年 七年後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捷運 整個是全部都連起來 台北 新北都連起來 以環莊線來說 最主要是南環 那往信電方向 或者是甚至到板橋方向 對當地裡面來說 居民來說 都是很便利的一條捷運線 甚至我們如果說到板橋 那邊銜接到陶傑 那邊也都是很方便的轉接點 南環段日後完工 提供新北市新電 中和板橋等區的遊客 更便利抵達東烏園 也增加 正大校園生活圈 對外連同方式 我想南北環段 不只是將我們的網路 而拳運網路向上提升 更加的便捷 文山區位處台北市最南端 又林山邊 長期隱孩 連外的交通是 在12個行政局面 相對來講比較不方便 85年 我們有物詐線 當時剛好是我 這個隔年進入大學 到正那念書 我也算是捷運 一開始的社會員 那時候的確坐捷運 物詐線到動物園 然後轉公車坐到正大去 那時候我就在想 會不會有一天 我們正大可以設一個捷運站 哇 等了很久 也還好在5年前 本站公升 然後以下20幾年前 哈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就很期待 我們的捷運網路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嚴密練習 那我想今天看到 我們南貫段 終於開工動作這個區段 我想大家等了很久 那同時 今天來到這邊 我看到這裡 包括未來會有兩個地下站 動物園站 正大校園生活圈站 我想這麼多文山區的里長在這裡 也謝謝里長們 一直以來 為我們鄉親地方來爭取 更便捷的交通 我想不只是讓在地民眾 可以享受到便利交通 我想未來帶動整個文山區的發展 引進來的商機 我想更是無限 更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想未來這整個線 地下道 而是走地下 經費非常高 而接下來後續的施工 也會需要在地的鄉親 大家共體時間 會造成一些生活上的不便 但是這些都是迎接未來 更便利更美好生活 必須經過的 所以也請我們每一位里長 多多包含 也幫忙協調溝通 我想未來這裡的發展 我們可以想像 會完全的不一樣 我們迎來的是更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那在這邊也宣傳一下 我們馬上 應該是後天6月15號 我們基北北陶四縣市 一二零零的月票 就要開始預售 7月1號就要正式上路 也請大家幫忙宣傳 我想這對所有通勤通學的族群 都是一大福利 捷運局表示首都環莊線 日後將串聯目前已營運的 7條捷運路線 並和其中14座車站與捷運 輕軌台鐵高鐵積結交會轉乘 縮短通勤及旅行時間 也擴大居民的生活半圖 讓雙倍各區均衡發展 記者問軍 台北不到 中文字幕——YK